在万物中找到他 第十四日 度身订造的天主 昨天我们提及 尋找和认清楚天主 在我们生命里的角色 还有形象的重要性 有一点我们需要紧记 就是在我们生命 信仰和灵性成长上的 不同阶段里 天主都会以不同的角色 和形象和我们沟通交往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 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形象 在不同人身上的呈现方法 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应我们生命里 某一个阶段的独特情况 而有所不同 完全是为了设合 我们在那一刻的需要 例如当天主知道 需要强化我们信靠的得行的时候 他就会渴望以天父和造物主的形象 与我们交往 如果我们有自我价值的危机 又或者是因着自己的罪性 而恶恨自己的时候呢 那天主就会以慈悲的形象 去安慰和坚定我们 相反 如果我们是很容易犯罪 不敬畏天主 那天主呢 就会以公义和公正的形象 或者是手法 去提示我们 那当然 这个正正就是因为 关系是双向的 我们能不能够看得清楚 天主的这些形象 就要视乎 我们有没有对天主的 不同形象 有误解 或者有个人的起乎 因而就选择性地去接收 或者是拒绝接收 另外 因着我们以往的经验 和个人的倾向 我们都可能限制了 也就是锁定了 天主和我们沟通的形象 因为天主会根据我们当时的需要 以不同的方式和我们连结 那假如 我们在思想和心里 锁定了天主形象的话 那我们就同时 也都是锁定了天主 可以和我们连结的方式 那最终 这个就是等同于 限制了上主向我们讲话 和为我们提供 及时帮助的机会 举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 故事来做例子 某一个村落被洪水包围 有一个村民在屋里面被困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他读信天主 深信天主一定会拯救他 所以他不断地祈祷 期望天主亲自地打救 谁知 他固执地相信 天主是会以天使的形象 来营救他 所以他竟然错过了三次 被不同人士 刑救的机会 最终 就当然是浸死了 白白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而无奈的天主 也都白白地眼见自己派去的三个使者 一一被这个村民拒绝 这个看来好像很荒谬的故事 不是就是刻画了 我们对天主形象的某些执着 也都曾经为我们 同天主之间的交往 带来了不理想的状况吗 当年犹太人 期待墨西亚以君王的姿态 来拯救他们 这个执着 令他们不能够认出 主耶稣 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墨西亚 就算主耶稣 在他们面前 曾经显过无数的奇迹 也都不能够令他们打开 被自己蒙蔽了的深眼 这一个是多么可怕的事呢 就是这样 他们竟然钉这个墨西亚 在十字架上面 也都亲自断送了 自己可以给 救主耶稣拯救的机会 我们必须以此为监 不要让主耶稣 为我们白白牺牲之余 也都不能够辜 天主对我们无底的爱情 还有就是他为我们 愿意付出的一切苦心 此外 我们都会倾向为天主 量身订造一个 我们感觉舒服 而对我们无威胁性的形象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 因为这个自我塑造 而片面的假象 并不是天主真正的容貌 也都不是天主 希望为我们展露的真实形象 这种做法 不单止不尊重天主 更加是自欺欺人 而最大的危机 就是我们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舒适区 一个自制的假象 既剥夺了我们 在灵性生活上取得突破的机会 也都窒息了 我们和主建立正确 而亲密关系的空间 回想你过往的经验 你有没有曾经犯过 类似故事里面村民的错误 而错过了天主给你的援助 或者因为这样 而误会天主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的信仰历里面 天主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和角色 是不是一成不变 十年如一日 你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主观地锁定了天主的形象呢 Titulian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邀请你在反思里向天主求证 自己究竟有没有曾经为天主度身订造一个舒服 或者是无威胁性的形象呢?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主啊 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示 一个很重要的境界 令我惊觉你在我心里的形象 是一个我一直因为要保护自己 而去自己塑造甚至是捏造的假象 这个发现真是令我很惊讶 原来这个是我潜意识 不让你进入我生命去提点我 去改造我的自私行为 求你帮下我 帮我立刻停止这些不尊重你 也都不尊重自己的行径 令到我不要再被敌人疏擺 而影响我和你真实 而真挚的关系 我现在走到你面前 我求你向我展露你真实的形象 我的心只信任你 请不要让我偏离你的心意 和你对我的爱情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